Zither Harp 杨股集團答應我們 再給三千萬去買新界 我們丟空那副地皮 他們怎麼肯再給三千萬? 八年早上杨股集團 被發展商逼他們提早交貨 趕著地皮開工 其實我開多少錢 他們也沒辦法不答應 不過我看我們應該會 長遠有合作關係 那你不斷賺他們三千萬算吧 聰明 大小姐不斷出手 又幫公司賺三千萬 真是我們的偶像 還要一邊搞結婚 一邊可以幫公司賺錢 真是很有效率 所以我們也要多向大小姐學習 歷史, 新年公司醫療保険談得如何? 我和保険公司談了 他們說加二十個百分佈 二十個百分佈? 保険公司說我們接農的員工平均年齡 超過四十歲, 比其他公司高 加這麼多很離譜 他們說我們年齡比一班員工大 每個月都會看兩、三次醫生 變相拉高了醫療費 所以一定要加價 我不管, 你盡快搞定總資 一定不可以加保費 但是所有保険公司都說 要加價才肯做我們生意 但是現在是我們給錢人賺的 他們是想賺多還是賺少的 你會調過來賣的 我總是不信保険公司 真的有錢也不賺 我最近結婚的事已經很忙了 但是我只能幫爸爸你多賺三千萬 歷史, 你談一份保險也談不上嗎? 歷史, 如果你真的搞不上 我就交給你年齡 我可以的 那又不用了 我突然零降一閃, 爸爸 我知道我一定可以跟國營公司一腳 而且一個錢也不用加 那就最後了 大樓先生, 差不多時間到機場了 今天到此為止 我現在去上海談生意 回來, 我會聽到好消息 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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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風… 還在煩醫療保險的事嗎? 每間保險公司都說 我們員工的平均年齡太大 頂硬, 不肯減保費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爸爸交代 慢慢想辦法, 再多吃東西吧 柏叔, 你咳得這麼厲害 你是不是病了?你病了, 你不要上班了 哪裡有病?有時候喉嚨痕而已 沒有病?但是你去看醫生 是我經常看醫生的 沒有病, 學會給別人看醫生 博博醫生給我多點維他命丸 補充營養 你也不是維他命丸? 全部是維他命丸? 維他命丸?很貴的 現在我們看醫生 可以獲取公司的錢 有病、醫病、沒有病、保診 難怪你最近經常要看醫生 就是, 你一個月看幾次醫生 我以為你很瘋狂 公司有醫療卡, 有風不用盡理 不用, 謝謝 搞定了, 拿給你 沒事吧? 這裡經常都頭痛 一定是那份訪問報告太脫了 請半天假看醫生 反正公司有醫療卡 你說得對, 看來我只要請一半日假 待會兒去看醫生 完成了 謝謝 你的舊患傷得這麼嚴重 快點去看醫生 這個月看了幾次醫生 把醫療卡爆了, 沒得到鏡頭 全包了就要自己拿錢出來看醫生 對, 那怎麼很不值得 那你蠻子爆了, 可以去看中醫 對, 針灸和跌打進中醫 這一刻還沒爆 那就不用自己搓藥酒了 那去看醫生一下吧 一隻二隻 見公司又有證據, 就拼命地看醫生 難怪保險公司加保費 就炒掉他們了 我也知道, 炒掉他們可以降低公司的平均年齡 但你別忘記, 那個豹叔有爸爸的免炒金牌 還有那隻俊華是那隻用力鏈的頭碼 還有其他老員工 全部都做了很多年的老臣子 你以為是炒就炒嗎 那倒是, 如果你給他們大信封 公司一定會地震 就是了 但是如果他們自動辭職 那我就不用讓大信封他們做醜人 還有, 公司年輕了, 保費還可能比以前便宜 那我爸爸一定贊你厲害 當然了 好, 要想辦法, 逼就找老, 鬼 不知道什麼事, 叫我們來開會了 在座的同事, 全部都有連資 我知道了, 當然是公司想包長期服務長 我們長期服務長, 我早就拿了 我想是長期服務金就真的 有錢派又不拘 對, 像… 各位, 大家好 是… 辛苦你們了 今天來開會的 都是服務了接同很多年的資深員工 沒有你們的付出 是不會有今天這麼成功的接龍的 真是很感謝你們 為了回饋大家 公司決定推出一個新的政策 細龍生知道大家很努力工作 為免大家只顧著工作而忽略身體 所以特選了你們這幫資深的員工 有一個免費的身體檢查 這個安排是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著想 而計劃亦聯繫了錦威好醫生 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監督保障 所以大家記得要多多支持 有這麼好的新政策 我們當然要支持, 是吧 現在還多了體檢 真的沒得受 公司對我們真好 這麼好福利, 真是羨慕其他行家 身為接龍的員工 我真的覺得很幸運 員工是公司最寶貴的資產 尤其是你們這幫好臣子 所以公司一定會好好照顧大家 大家想參加的 請在意向書上簽個名字 好… 簽吧, 簽名吧 遲些你們就知道了 小豪先生 早就叫我們上來天堡做甚麼 早安, 豹叔 你參加了免費體檢計劃 今天是第一天的體檢 今天要體檢嗎 昨晚發了短訊給你手機 說今天早上早就在天台集合 我不是經常看手機 沒想到收到你甚麼短訊 不要緊, 你這個人也站在這裡 你沒有吃早餐吧 因為身體檢查 最重要是數據正確 胸肚才是最重要的 說起吃早餐, 餓到腳軟了 餓到腳軟, 那就對了 你去那邊刺一刺一刺, 先驗血糖吧 暫時看來你們的血壓、血糖 還有肺活量的指數也不錯 你身為CEO 都專門過來看我們檢查 真是賣力 應該的, 我很關心大家的 是的, 小龍先生 究竟我們測試做完沒有 我要趕著回去工作的 我們幾個都要趕著去換制服開工 不用急著急, 還有最後兩項 對了, 一人就拿個涼杯進廁所 驗完尿之後就要做心電圖的測試 那今天的體驗就完成了 還要驗尿嗎? 還要心電圖嗎? 是的, 摺龍一向都是比較嚴謹的 不過呢, 這次的心電圖測試 特別小小的 所以麻煩你們驗完尿之後 就到後樓梯集合 那為什麼要去後樓梯呢? 一會兒大家就知道了 在這裡 你們有沒有搞錯? 你們躲在這裡吞托嗎? 我們哪有吞托 你今天早上訊息我, 說去看檢查 之後整天不見人, 你去了哪裡? 就去看檢查吧 看檢查, 要不要弄整天早上 什麼事? 我也很想知道, 今天早上在做什麼 是… 不行了 我真的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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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算了 走… 你們坐在這裡幹什麼?跑吧 沒有生氣了 你們不跑 手上的運動手帶 測出來的數據就會不准 心電圖就會無效 你欺負我們, 沒中過心電圖嗎? 就是了, 所以照心電圖也不是這樣 細龍先生說 這個心電圖就是敢威好醫生的新科技 跟外面當然不同了, 繼續跑吧 整天什麼都沒吃 就被你們抓來跑樓街 手軟腳軟, 怎麼跑? 細龍先生要你們空套跑步 是為了數據準確 快點跑, 走… 走完一轉之後 那天細龍先生又說數據不對 又要我再跑一次 結果跑一下停一下 足足來回了三次 對, 我們每個都幾十歲了 這麼搞法, 認真要命 現在還沒斷氣嗎?算了, 幸運 心電圖怎麼會這樣做 他這個身體檢查 比我們更多玩 大家不要誤會 先生… 我剛剛看過你們心電圖的結果 你們全部人都是僅僅合格 我很擔心你們 為了你們健康著想 接下來的每一天 我們都會和你們體檢一次 那就是每天還要跑幾層樓梯? 不要了吧 我們只是想密切地監察你們的健康 你們每天都要我跑樓梯 我們已經退出這個體檢 我要退出 你們已經簽了二項書 不能中途退出 退出也可以 要不就當你們身體出現了問題 還未能通過體檢 你們只需要補一封辭職信 去人事部就可以了 辭職? 你們有疑問 看一封二項書就一清二楚 Mas, 我們去其他地方吃吧 保重 那又怎麼樣? 難道真的要辭職? 我想上班而已, 幹嘛這樣玩我們 參加也不是, 不參加也不是 這個體檢計劃 明明是針對那些老臣子 之前大龍先生叫Mas拉下保肺 真的想不到他會出這種方法 逼他們辭職 這些老臣子在公司做了這麼多年 這樣踢走他們?真的沒良心 那隻農曆是CEO 那些老臣子真的很難跟他們鬥 就是這幾個老員工想辭職嗎? 他們還沒遞信 不過已經怕了每天在公司跑樓梯 所以精神緊張得進醫院休養 這麼快就有成果, 真聰明 你代我去醫院送果欖給他們 還要整理辭職信 到時候哄他們簽 最好就要他們馬上交出職員證 讓他們沒有彎絕 真的要做得這麼絕嗎? 很絕嗎? 他們在接龍幫忙了這麼多年 武功也有勞 現在叫人走就要人馬上走 好像很沒人情味 我們有出薪金給他們 我們沒有規驗他們 但他們真的在接龍做了很多年 付出了很多 叫你吵就吵吧, 這麼多話說 我現在去訂果欖 然後放了慰問卡在裡面 大大字寫著是在石龍山送的 他們一定會一輩子記住 就讓他們一輩子記住我 做什麼? 在這份名單裡還有一個人名還沒出現 誰? 財務部俊華 想不到他這麼熬 那隻龍力連在財務部 最相信俊華 現在我們趁他忙於搞婚禮 要斬斷他的左右手 我正有此意 是時候發動第二波 有什麼這麼熱鬧? 你趕快過來打電話 阿俊華, 做了幾下心針就過關了 過關? 你要做十下心針 這是體驗計劃的第二階段 為了提醒班芝心員工主要運動 在接龍大小出入口 裝了面用識別器和警鐘 以後俊華他們出出入 都要在限時裏做心針 波比、跳掌上下之類的動作 要做夠數才可以過關 如果做不夠數 識別器不讓他們出入 連廁所也不能去 不是吧? 這個識別器 已經進入了全公司員工的資料 可以知道大家是不是 特選的資深研究 好, 資料亦會即時錄影傳檔 犯規的資深員工就要上班 佛做運動 恭喜, 別恭喜 謝謝 平時公司的電腦 不見你們的資料部做得這樣 有效率 因為這次整件事 都是由西龍生意英明領導 加上資料部的積極佩幼 所以是事半功倍的 說是想鼓勵資深員工做運動 實情想弄死這群老人家是真的 我這樣做也是為老員工著想的 姐姐, 我真的很想他們可以做更多運動 加油… 來吧 隨他一下吧 快點說話 給你力… 不會裝吧… 我們去第二層再穿過 我…我要坐一坐 你很厲害 來…坐一坐… 我要坐一坐, 不行嗎? 是… 如果全公司的門口都把這些遮蔽器 那老人家不是去哪裡都不用去嗎 聽說還有一個部門沒有搞這種事 在哪裡? 人事部 細龍生說到時候他們熬不住想辭職 歡迎隨時親身去遞信 那豈不是鼓勵的人辭職? 來…喝一口水 俊華, 你千萬不要給他看 加油… 俊俊, 過來這邊 什麼不人齊? 你們又有遞辭職信嗎? 既然留在公司這麼沒專員 不走也不行 我倒是 我早上辦公室, 又要做深圳 去到尋寶圖又要做深圳 我本來打算經常留在辦公室 但經常這麼長, 我也要去廁所 去到藍廁, 又要做深圳 幸好, 幸好我忍不住之前就做足夠 你是大小姐身邊的頭碼 為什麼不找大小姐支持你? 大小姐現在搞了她的婚禮 不過公司這樣對我 就算大小姐支持我 我覺得留在公司也沒什麼意思 你說得對, 公司真的對我們很差 公司擺明想踢走我們 什麼閘幕房洞門這麼重? 石龍生說要訓練我們 把洞門加到鋼板 他說要用五百多磅力才能推開這裡 這條四鍊之門 那他分明想玩謝我們 我又不想他玩謝我們 姐妹們, 上, 我們一趟拔開它 我現在的腰還尺尺痛 那棟四鍊之門重得死 我推一次就拿我的命 你叫我以後怎樣捱下去 他想我們走, 留在這裡也沒意思 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幫公司捱山捱死 好, 到頭來 現在就是嫌他的腦子想踢走我們 這口氣無論如何都扯不下 既然他看不起我們 我們就要讓他看看我們多有本事 你不是想找小龍生報仇嗎 我不是想找他報仇 我想找他拿回自己的尊嚴 說得對, 你 我們雖然是老, 但我們不是很欺負 就是了, 我們找馬了豹叔 一起去對付他, 來 我們這樣嗎? 小龍… 你們終於都要辭職了 其實把封信放在人事報就行了 不用特意讓我見面 為什麼? 你對我們這麼好, 又幫我們體檢 真的不行 可惜了, 我們身體這麼差 辜負了小龍生你們對我的好意 是呀, 所以親自來交辭職信 大家好來好去 是呀, 你這麼有心對我們這些老鬼 我們真的捨不得你 我也很捨不得大家 你快給我一封辭職信吧 什麼事? 是呀, 火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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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少吃煙 是呀, 找了十幾年成章 你相信他, 走吧 是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哪有問題 我們找個深毛巾, 碰藥口味 要做一百下深蹟 不動 明明在火警的時候 體檢系統會自動切換 一定是火燭關係影響系統 誰做深蹲 我們看能不能夠老的 你們老而已, 我不老嘛 我不是開動毛巾 是呀 你要做一百下深蹲 我也要做?我不是老的 應該火燭影響系統 你照做吧, 你年輕嘛 你一定行的 是呀, 你來吧… 小姐 美醫院整體檢測室 開門了 在這裡 我們有個塗深門 你要做一百下深蹲 這裡的塗深門都鎖住了 我什麼時候在這裡做生氣 不是你還有誰 快點做深蹲 快點, 火燒到了 是呀… 我腳腳軟 你這麼年輕, 腳軟也比我們還要 走呀… 走呀… 是呀… 美醫院整體檢測室 是呀… 等等… 你怎麼搞笑呀 是 是呀… 那條影片昨天晚上就算是瘋傳的 小孩被人笑得很像 是呀… 現在全香港都知道 他在自己的公司設定過 搞到自己的捉蟲系統 我真的很想看看 爸爸, 看完影片之後會怎樣 校叔, 這條影片 當然是你們自己拍完禮手 訂上網的, 是嗎? 是呀… 你們怎麼這麼聰明 懂得把系統弄掉它 全靠工程部那些老鬼幫忙 他們年紀都不小 是呀, 看不過眼的水龍山 這樣對我們 真是豹叔, 你們都明白 都是水龍山老 我打我才要被迫、被迫住 設定過, 不會太看見 你放心吧 我們老人家是恩怨分明的 不會亂報仇的 這次閃得他這麼英雄 看他還敢不敢看消我們 小師, 你們這些老鬼 門一定要查過我 是你的老鬼 嘗嘗我下機就被記者追問我 是不是黑心股主 原來是你想炒那幫老臣子 其實他們年紀都這麼大 留在公司還有利用價值嗎? 我年紀都大, 是不是要炒迷我嗎? 爸爸, 你怎麼同呢? 威哥, 他們已經弄得 殺了醜了 這樣也被那些老鬼賤賭 拜託你檢討一下 大家放心 是 你們是我龍感的好伙計 我不會被人隨便解僱你們 謝謝, 大龍先生 謝謝, 大龍先生 用心做事 知道 謝謝 又是這樣嗎? 所以說一間公司裡 最不可以得罪的就是… 那些老鬼 我們這些老鬼雖然年紀老 但絕對不是歐斯芳 是地獄館 是地獄館